舞蹈界有一位最像娘炮的真男人 光看脸蛋他比小鲜肉还嫩 但在宽大的衣服下面 隐藏起来的是锻炼到极致的肌肉 此人就是浩昂生的哥哥浩红叶 东京医院的首席外科专家 20岁的年纪主刀上百胎手术 再难做的手术也只要半个小时就能结束 不久后他将会跟韧牙决斗一场 浩昂生一听到消息马上来劝哥哥 韧牙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千万不要为他盲目涉嫌 但他不知道的是 红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用最科学的方式锻炼肉身 爆发力和柔韧性都到达了人类极限水平 按照这个强度他又能否击败舞者呢 红叶刚抛出这个问题 没成想下一秒就有找茬的家伙送上门来 壮汉表示红叶就是个长得肌肉的人妖 今天他一定要把红叶打爆 在浩昂生的见证下红叶出手了 先是一个闪身躲开壮汉的铁拳 紧接着挥出生龙拳击飞对手 三百斤重的胖子顿十年了 红叶抱着大汉使出一手被摔终结战斗 眨眼间一个大块头就被秒杀了 一旁观战的浩昂生不禁反问自己 换做是他能做到这么快吗 另一边独步起了个大早用冷水浇头 每次出去战斗前他都要做这样一番一事 今年55岁的独步仍在当打之年 身体机能依旧保持巅峰状态 幸好赶上了这一次大战的机会 否则再过几年独步就不行了 出发前妻子为独步加油补敬 虽然他嘴上说着相信独步能赢 但是心里还是非常担心丈夫的安危 或许这一区就再也回不来了 独步暗下决心 如果自己胜利归来 一定要好好安慰妻子一番 相比于独步夫妻俩的你浓我浓 勇次郎对这场战斗显得毫不在意 临近开始时还在躺着睡觉 当天晚上大战正式打响 沙虎王和地表最强同时登上擂台 地下竞技场的规则他们都很熟悉 没等裁判宣布比赛开始 两人就直接开干 独步纵身一跃向勇次郎发起进攻 一出手就是要命的脚紧 独步勒住勇次郎的脖子死不松手 没办法勇次郎只好用被摔的方式甩开独步 两人腾空五米后重重地砸在地上 勇次郎使出肘击重创独步 不料对方却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随后起身就是一脚踢了拐 在被动防守之中 勇次郎硬抗独步一脚下皮 电光火石之间两大强者完成一轮交锋 独步拉开战斗距离摆好架势 虽然勇次郎确实是地表最强 但他也不是好惹的角色 在观众震惊的眼神中 场上的局面陡然发生变化 只见勇次郎闲停性步地走向独步 淡定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杀影 勇次郎瞬间启动的速度比独步更快 手刀加摔跤的结合瞬间将独步击倒 遭到如此重创 独步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御殿手 琉球王朝的秘传奥义 把无谋和速度运用到极致击败对手 本不感叹勇次郎的技术真是太全面了 或许昨晚那一战勇次郎还在留守 眼看独步站起来还要再打 勇次郎张开领域一步步走到独步面前 两人的斗气在无声之中碰撞起来 此刻需要比拼的就是耐心程度 哪一方先在正气层中动手 那他就会处于下风位置 很明显勇次郎忍不住了 无意识地出招露出了致命破绽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独步出手猛打勇次郎的胸枪 煞时间勇次郎的胸前多了五个大洞 地表最强生物第一次跪下 而这并不是认输 勇次郎只是想喘口气而已 等他恢复之后便展现出了失望的攻势 连环拳犹如重炮一样击打在独步身上 除了被动防御独步同步出手做别的事 直到被打退之后独步开启三眼模式 这是硬度空手道的传说技法 眼球快速转动以便抓住任何方位的移动 勇次郎的打出的每一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独步用最小的力气化解了勇次郎的攻势 看着独步的嚣张驾驶 勇次郎不禁气的牙痒痒 与此同时后场区却出现了逆天的阴影 工作人员松伟先生竟然暴打贩马任牙 其实松伟先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怪任牙今天太不专心了 不久后他将会和浩红叶对战 而他的心里却一直想着勇次郎和独步的战斗 到心不稳又该如何训练呢 松伟只能用一拳把任牙打醒 任牙终于看破了心中的执念 与其在后场区瞎猜结果 不如去擂台上看个究竟 随后任牙转战擂台区观看两人的大战 独步打死都想不到 就因为任牙的出现 导致原本一片大好的形势突然一举不振 勇次郎看到任牙出现瞬间战力飙升 鬼被一开直接撑爆上衣 终极形态的勇次郎悄然登场 独步又将如何应对呢